恭喜你 恭喜了 很開心 不過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是超級開心的 你之前沒有笑笑嗎 沒有啊 完全沒有 其實我之前也跟老闆娘吃完午餐 前幾天 也發現不到 其實很開心 她有沒有打算 有什麼準備 對啊 最後 接衣服 應該都是準備小禮物給寶寶 你打算買什麼 都沒決定 因為今天才知道 不過我猜到時候很多東西都會有 要不去嗎 我不知道 大家猜猜一下寶寶的高度 是跟誰 你自己猜 你猜一下 很難 我覺得 看看是男還是女 但其實沒有所謂 我覺得 我老闆也這麼成功 其實所有東西都沒有關係 只要找到真愛任何東西都是沒有所謂的 我覺得 如果生女 你想去似早男高度 還是樣子似早男 你配搭 你配搭 老闆娘是漂亮一點的 老闆娘真的很漂亮 高度 高度 還是像老闆娘那些 其實 女生我覺得高矮也沒有所謂 因為小小顆又有小小顆有趣 但高又好像身材很漂亮 所以我也沒有所謂 就算新高 如果新高是像老闆 我希望她頭腦也會像老闆 那就有無敵了